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弟兄姊妹平安 愿神今天早上透过祂的清晨甘露 圣经上美好的应许 再次滋润温暖我们的心 今天我们要来看 《使徒行传》第八章 《使徒行传》第八章 昨天我们读到 《尸体反》 凭着勇气和属天的智慧 为引导百姓 看见自己的悖逆 而为主殉道 今天我们要更进一步 看见神在万事上 完全掌权 教会遭遇逼迫 信徒遭遇苦难 甚至付上生命的代价 是一件多么令我们 伤心难过的事情 但是掌权的主 却透过患难 让教会在浴火重生 越加奋力为主做见证 传福音 感谢神的恩典和帮助 让苦难不至于 成为伤害和难处 更成就神旨意中的美好 斐利就是和尸体反 一同被教会案例 透过辞会事工 管理饭食的服饰 照顾教会中各色人种的需要 因为逼迫 斐利来到撒玛利亚 谁走谁传 斐利在撒玛利亚的福音工作 大有果效 不但使得当地的百姓 虚心领受 更从斐利的神迹歧视当中 包括医病 感规中 验证福音的真实性和权柄 今天的经文 有一句话深处我的心 在第八章第八节提到 在城里有极大的喜乐 当人愿意虚心领受福音 并乐意接受神 透过神迹启示 使人的心向神全然敞开的时候 满意的喜乐 就是最美的结果和记号 神愿满意的喜乐 常常充满在神的家中 在神所爱的教会中 西门向来以邪术笼络人心 当他亲眼见证 斐利所展现从神恩典福音 而来的神迹启示 他不但大大的惊奇 而且心生羡慕 当耶路撒冷的教会的使徒 听见在撒玛利亚 神恩典福音所成就的大能 就拆派使徒彼得和约翰 到撒玛利亚 为神所成就福音的大能 做见证 当彼得和约翰为信主的撒玛利亚 按手祷告的时候 圣灵就大大的降临 使得这群奉耶稣的名受洗的人 领受圣灵的充满和神美好的作为 西门看见所成就的事 既羡慕又渴望 想要以钱财换取这样的权柄和能力 使徒彼得看出西门底面的渴望 鼓励西门以和神心意的正道 来得到圣灵的同工 西门刚刚信主 许多未信主之前 特别是行邪术的恶习 或者是做法 仍然没有完全脱离 彼得的提醒和警告 帮助西门不要落入过去错误的行为模式 并且清楚告知 西门要赶快悔改 免受撒旦二者再一次的捆绑 看到彼得清楚引导西门 回到真理的原则 求神也赐给我们这样的眼光 让我们不但能洞察人心内在的景况 以智慧的话语引导警告 更求神给我们恩典 能适当激励帮助人的心 以合一的方式 引导人全然归向神 菲利在撒玛利亚的福音工作 告一段落之后 圣灵随即引导菲利 投入另外一个合场 圣灵只告诉菲利要去贴近车子而行 菲利按照圣灵的引导而行的时候 随即知道上帝的心意 他合一的引导 埃提阿伯的太监来信主 不但帮助他理解 以色亚书当中受苦仆人的经文 更在关键时刻帮助太监领受洗礼 在这里圣灵并没有一步一步清楚引导 菲利该做什么 该说什么 但是当菲利靠近太监的车边 听见他读以色亚书的经文的时候 他瞬间就明白圣灵的意思 并且按照神的心意 为神国来赢得灵魂 菲利贴近神的心 在关键时刻做关键的事 使得神的渴望得到成全 使得人的需要被满足 今天的我们是否也渴望和菲利一样呢 能成为神合用的器皿 在关键时刻做关键的事 发现自己的命定与神同工 成为神恩典的出口 透过今天经文的反思 我们试着问自己 第一 不管身处任何环境或是为难当中 是否我们都可以心存感恩 并且更进一步的发现 神的引导和带领 能够继续为神发光发热 第二 在今天的经文中 神福音的大能在撒玛利亚 大大的运行 不但人心沉浮在神真理的引导中 而且满意了大大的喜乐 你是否愿意 时时都在神福音的行列中 并且经历满意的喜乐呢 第三 菲利降服在圣灵的带领 并敏锐 并敏锐与与神同工 你是否愿意拥有同样谦卑 对神敏锐的心 随时与神同行的生命 让神完全拥有我们这个人呢 让我们一起低头 我们来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今天透过主 菲利活出生命的榜样 主让我们非常羡慕 菲利懂得你的心 他甚至知道怎么样来跟圣灵陪搭 当圣灵的引导 菲利照着去做的时候 他随时就明白 知道圣灵的心意 主他所做的 不但讨你的喜悦 更使人的心得到满足 亲爱的主耶稣 我们也好羡慕菲利 看见他怎么样与你亲近 看见他怎么样懂你的心 主我们也渴望我们懂你的心 成为一个你乐意使用的器皿 愿我们在你面前全然的线上 成为懂你的人 以罪意主你乐意透过我们 来完成你要完成的旨意和事工 愿荣耀都归给你 帮我们主帮助我们更多的谦卑与你同心 这是我们祷告祈求 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